有一种福相,叫风门,再者个以苗条为美的年代,减肥几乎成了所有女性都热忠的话题,上至五六十岁的阿姨大妈,下至十几岁的小妹妹,不论半寿,都在说,我要節食,我该减肥了,之类的话,殊不知,从商学的角度来说,有福的人士需要, 要有一定程度的风型度的,也就是说,适当的风门是一种福相,一,风门是天庭饱满福相的基础,古人经常以,天庭饱满,地各方圆,来形容有福的人,而苗条,骨感,瘦削的身材上,很难搭配一个,天庭饱满,地各方圆,的面相,反而是那些风门的,健美的身材,与风门的下巴,饱满的额头更为协调,二,风门的人以谁比较口大,以谁口大的人, 财运,感情运,家庭运都很好,是典型福相的必备条件,风门的人,虽然不见得人人都以谁口大,但以谁口大的概率要大大高于瘦削的人,三,风门的圆脸型天生有好人缘,风门的人脸上一般多欲,有著风鱼的欲质,特别是那种方中带圆的脸型, 对其人际关系和财运都有加分的作用,他们大多性格开朗,热情,很容易赢得别人的好感,愿意与之相处,四,下巴风门的人晚运好,顾家,下巴风门或者轻微有些伤下巴的人,与人很好相处,善体人意,男性性格宽厚,女性温柔敦厚,而且都比较顾家,是标准的言夫良妻, 还是持父持母呢,可以教育出好子女,也给自己满年的幸福生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,五,肩膀宽厚的人,值得信赖,男子的肩膀宽厚,可以让女子信赖,也可以为家人掺起一片蓝天,女子的肩膀有欲也许不是多么美丽,但却心胸大多比较宽阔,有容人之量,不会为小事根根计较,更容易成就一番事业,六,肚腹有欲,有利于财富积序, 肚子是最容易积累脂肪的地方,尤其是现在的办公室男女,更是很容易有小肚子,瘦肚子是人们减肥最重要的一项,但是,商学理论认为,略微有欲的肚福,是最财之商,对理财,最财都有好处,七,屯部有欲,财运好,人稳重,商学上,丰厚有欲的屯部代表人的财运好,会赚钱又会存钱,而且这种能力比较持久,更为可贵的是, 屯部有欲的人,一般都比较稳重,有耐心有毅力,八,腿部不瘦,不必劳碌,女孩迁势收场的尾腿固然悦目,但商学认为腿长脚瘦的人,容易奔波劳碌,处辛苦,男性如果腿太小,感觉就像麻干尺的,很难稳定下来,所以,不论男女,腿都不要太小,以免劳碌终生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